各位朋友晚上好 我是Sylvia Chen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东亚和太平洋事务项目经理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为大家主持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和经济部标准检验局 共同举办的2020年版 年龄界定指南概况网上讲座 首先我们请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国际项目办公室主任Richard O'Brien先生 给大家致欢迎词 您好 我这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我们机构坐落在美国首都 华盛顿郊外的马里兰州 备赛斯大市 我是理查德奥布莱恩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简称CPSC的国际项目办公室主任 很高兴 欢迎您今天参加我们的培训 在今天的培训中 您将听到我们的技术专家 为您演讲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伤害甚至死亡的产品危害 他们要与您分享他们所了解的美国产品安全要求 以及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 在我们说制造产品时 一定要注意产品安全要求的同时 我们强调在产品设计初始阶段 就注意产品安全要求也是至关重要 产品设计的早期决定对整个产品生产过程有重要的影响 正如您所知道的 如果您生产产品的团队由于对产品设计的决定不明治 而必须为此做出赔偿 那么您也就知道您的产品从一开始就有问题了 事实上情况有可能更糟糕 也许没有人会注意到产品的设计构成危害 直到消费者受伤了 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避免的事情 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抽空参加这一培训 如果您有建议和问题 请告诉我们 联系讯息我们会在演讲结束后告诉您 美国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CPSC 祝这一次产品安全培训成功 刚才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国际项目办公室主任Richard O'Brien先生给助委致辞 接下来我们请经济部标准检验局 第五组吴秋文组长给助委致辞 CPSC O'Brien先生 吉尔赫林女士 大特可依莎菲林 及Selvia Chan女士 和线上的台湾各位参与的相关业者们 大家好 首先欢迎今天的参与 也再次感谢美邦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CPSC安排这次消费品安全视讯研讨会 让我们有机会进一步了解 在美邦2020年6月1日开始产行的 2020年版分铃指引 美国CPSC在消费品安全的议题上 一直扮演着领导全球的角色 尤其重视儿童用品的安全 近年来我们也于106年以CPSC合办 美国对儿童玩具及婴幼儿产品的安全要求实体研讨会 108年针对相关主题再举办网路研讨会 使我国业者可以对美国的玩具 儿童玩具及婴幼儿产品的安全要求 有更深入的了解 而能遵守美国规范 有力产品出口美国 而本局近两年也规划新增18项婴幼儿产品 列入强制因斯商品范围 因此藉由今天CPSC分享其最新的儿童用品分铃指引 相信对各位参与这次网路研讨会的业者们 都会有极大的启发及收获 在网路研讨会的后段 美方专家将在线上及时回答大家的提问 希望大家如果对今天的内容 或对儿童用品的分铃上有问题的话 可以把握机位提问 最后祝大家今天的研讨会 顺利成功收获满满 谢谢 刚才是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吴秋文组长 给诸位致辞 接下来我为诸位介绍 我们今天的两位演讲者 他们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辨别和减少危害办公室 工程学部人类因素处 心理学家卡丽萨菲利普博士 和工程心理学家Jell赫里女士 卡丽萨菲利普博士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工程学部人类因素处心理学家 她是为儿童玩具和产品做年龄界定的专家 她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合作 负责一项针对儿童玩具 做适合年龄界定的多年研究 并为2020年版年龄界定指南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工作人员的使用版本提出更新意见 她也是2020年版年龄界定指南的作者之一 卡丽萨拥有马里兰大学和哈勃大学 人类发展硕士和学士学位 杰克里女士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工程学部人类因素处工程心理学家 她在消费品行业工作长达18年之久 特长是儿童产品和玩具 她也是2020年版年龄界定指南 关于儿童年龄界定的专家 并是该指南的特约编辑 她拥有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的本科学位 散藏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 她还拥有心理学硕士学位 你好 我是卡丽萨菲利普斯 首先我要宣布我们的免责声明 我们今天在演讲中表达的是 工作人员的观点 我们的观点不一定代表委员会的观点 今天我和杰克里将讨论CPSC工作人员 前不久才更新的年龄界定指南 对年龄进行界定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年龄标签 是一个工作流程 她通过对儿童在每个发育阶段的技能 玩耍行为和兴趣做比较 来检验产品的功能 年龄界定指南说明 为了确定适当年龄的用户 CPSC工作人员是如何开发 对玩具等消费品的评估的 CPSC向公众提供该指南 虽然文件并不是法规 但文件对确定年龄标签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年龄标签对儿童玩具及产品必须接受的机械和化学测试的类型及强度 以及可能适用何种警告标签、禁令或其他限制具有直接影响 因此该指南可以帮助制造商及测试实验室 为消费品改写、行销并制定年龄标签 CPSC工作人员于2020年6月1日开始 使用2020年版年龄界定指南 2020年版《新指南》与当日取代2002年版指南 随着时间的流逝 新玩具进入市场 经典玩具也发生了演变 儿童与各类玩具的接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随着玩具的演变 指南也必须随之演变 CPSC工作人员于1985年出版了第一版指南 编写该文件是为了协助CPSC工作人员进行年龄界定 以支持小部件法规的执行 2002年CPSC工作人员公布第二版指南 以论述有关玩耍、玩具及儿童发展的最新研究 编写最新的2020年指南 是为了论述此前各版本并未论述的新上市玩具和产品 对2020年版年龄界定指南的更新 是在国家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所 我们以下简称NICHD儿童和家庭研究实验室的 Melissa Richards博士的观察研究基础上制定的 2018年CPSC工作人员就为NICHD拟议 更新指南证求利益相关者的公众评论 CPSC从行业协会、测试实验室、制造商及产品安全咨询机构等多个来源收到公众评论 为因应所收到的评论 CPSC人类因素处工作人员对NICHD研究的产品独立地进行了年龄评级 对产品的最终年龄组分配考虑了NICHD的年龄建议、公众评论以及工作人员的年龄判定 总的来说 CPSC工作人员的目标是针对所收到的公众评论尽量作出答复 您这看到的是新指南的下载链接 年龄界定指南,由和CPSC签约的心理发展学家制定 主要由工作人员使用,但也向公众提供 2020年版,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人员更新 并由CPSC人类因素处工作人员定稿 新指南的一项重大修改 针对指南开头部分的参考资料章节做了更新 增添了该章节内容 许多玩具被包括到文件中 对2002年版本的年龄部分所做的修改则很少 基于公众评论 CPSC工作人员修改了2020年指南的标题 由原先提及玩具改为包括其他消费品 我们做出这一修改 是因为我们不仅使用指南来判定玩耍玩具的年龄 而且也由此确定儿童产品的年龄标签 并评估普通产品对儿童带来的吸引力 您可能注意到 2000年版本指南的导演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标为导演、背景和用户指导 若干现有四类别 比如视听器材、智能玩具及教育软件和电脑及电子游戏被集合在一起 建立一个新的高科技游戏类别 高科技游戏类别以获得更新 通过提及有关儿童的高科技游戏的现有研究 将内容更新 例如游戏类别现在论述儿童如何能够滑动屏幕 以改变显示的内容 在镜子、移动型玩具和可操纵型玩具类别里 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3至5岁年龄组 并收录年龄较大的学龄签儿童的感官型产品 如失智地形杀 并在运动器材类别里增加了12、18个月及19、23个月的年龄组 论述这些年龄的复制运动器材 我们改变了两个部分的名称 建筑类游戏现在命名为建设类游戏 学习类玩具名称改回为学习类产品 从而扩大了指南所涵盖的范围 我们对背景章节也增加了一些内容 其中包括对2002年以来通过的相关法律和法规的描述 最主要的是我们更新了该章节 以描述2008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 以及ASTMF963强制性玩具标准 和对儿童玩具、儿童护理产品 及儿童产品的法律和法规定义 我们建立了包含此类定义的一份表格 以便将对年龄评级可能有益的信息 整合在一处 对于儿童基本能力及爱好章节 我们删除了提及具体产品的部分 并更加注重有关儿童在认知、运动、社交 和情感领域的章节 我们在整个指南中以儿童取代了婴儿及幼儿等用语 以确保术语、以文件中使用的年龄组 更加准确地保持一致 2020年指南共论述了95种产品 这些是新上市的玩具和产品组合 以及此前版本中没有论述到的产品 在镜子移动性玩具和可操纵性类别里 在19至23个月年龄组里 我们增加了一个磁铁齿轮玩具 在3至5岁年龄组里 包括泡泡枪、海绵泥巴 及被称为动力纱的可塑形温纱 在3至5岁年龄组里 包括泡泡枪、海绵泥巴 及被称为动力纱的可塑形湿纱 在建筑材料类别里 在36至71个月年龄组里 我们增加了若干具有创新型的 藕合装置的玩具 包括内部磁铁和锡杯 我们还基于研究 对现有玩具增加了若干特性说明 例如在12、18个月年龄组里 我们删除了提及茶具之处 并以一个互动茶壶取代 现在从3岁开始采用一整套茶具 从12个月大开始 儿童可以以探索的方式 玩耍具有互动功能的吸尘器 但是NIH的研究结论是 只有19个月和年龄更大的儿童 才能够在站立时推动玩具吸尘器 以下是对指南可能影响到测试部分的一些修改 1.拼图 我们研究了市场上的拼图的数量 并认识到2002年指南提到的片数已经过时 基于我们的市场研究 我们将3岁儿童能够玩耍的拼图片数 更新至26片 我们认识到拼图部分末尾的图表 并未反映过更新的修改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进行编辑修改 2.通常在年龄标签方面 有牌照产品是考虑因素之一 并对洋娃娃及毛绒玩具和套装 小汽车玩具或电子游戏等其他类别 发挥重要作用 3.2002年指南 在探索性 游戏类别里包含了泡沫溶剂 但是在经过更新的2020年版本中 文字对儿童合适能够成功地吹泡泡 并可在独立而不依赖成人的情况下 玩耍的具体详情 4.海绵泡沫 是三岁以下儿童玩具和产品中的常见材料 我们将其加入12个月 至18个月大儿童的适当材料清单中 过去的指南版本 通常将海绵泡沫称为连皮海绵泡沫 海绵泡沫塑料或被以烯包裹海绵泡沫 镜子 移动型玩具和操纵型玩具部分中 讨论爬行隧道以及娱乐性器材 并对在不同年龄范围内的具体功能 如长度提供其他描述性信息 例如配备镜子或观察版的 2英尺或以下的短隧道适合8至11个月大的儿童 更长的9英尺隧道则适合于3岁及年龄更大的儿童 因为他们不太害怕在那么长的隧道中爬行 六 我这儿想再说一遍 年龄指南包括球类 但是基于NIH研究的产品类型 我们在2020年版本中更新了 有关大小 重量 质地及吉他管关功能的描述性说明 因此一个带刺的重量较轻至中等的小球 2至2.5英寸 如果在被晃动 丢下 并弹起时发光 我们就将它跪入镜子 移动型玩具 和可操纵型玩具类别里的三个年龄组中 人类因素处工作人员年龄评级流程经过演变 现在包括 1.将产品功能与儿童在整个年龄的技能 玩耍行为及兴趣匹配 2.为儿童产品玩具 儿童互利物品或普通产品分类 人类因素处工作人员进行年龄界定时 考虑制造商有关产品既定用途的说明 工作人员审查 包装 展示产品的销售地点 以及网站 以确定目标年龄组 我们对特定产品通常被认为 适合哪个年龄组进行年龄判定 除了来自制造商的信息外 工作人员还评估产品功能 以识别产品的既定用途 在确定最为适当用户群时 工作人员主要参考指南 工作人员以产品的多种功能做考量 以确定最适当年龄组 这包括产品的大小 形状 零件数目 以及有牌照主题 适合三岁以下儿童的玩具的某些特点 包括体积小而且轻 容易被抓住 适合最年幼使用者的玩具具有主题简单 逼真度低 形状厚实 及对比颜色明亮的特点 适合三岁以下儿童的其他功能 包括简单安静的声音 幼稚的行动 以及技能水平 微微超过儿童学习和练习的能力 适合三至五岁儿童的玩具和产品的某些特点 包括简单的阅读和数学识别 更广泛的主题 如空间或军事 需要更精细的运动技能的更小东西 CPSC为因应公众评论与一家新机构签约 让他们评估儿童在与智能玩具互动时 可能对身体造成的危害 另外 对于智能玩具及其他类别玩具 如小雕像及平衡自行车 承包商正在进行网上研究 收集有关方面的信息 CPSC为因应公众评论与一家新机构签约 让他们评估儿童在与智能玩具互动时 可能对身体造成的危害 另外 对于智能玩具及其他类别玩具 如小雕像及平衡自行车 承包商 正在进行网上研究 收集有关方面的信息 比如目标年龄 消费者的购买决定 以及其他考虑购买的因素 儿童玩耍玩具的录像 以及消费者评论 显示通常为哪个年龄组购买产品 我们计划今后将他们的调查结论收录在指南中 另外 CPSC还与一家承包商签约 扩大并更新5岁及更年幼儿童的力量数据 CPSC工作人员使用儿童力量及人体测量 主要审查儿童对消费品中的各种安全隐患的暴露情况 并制定产品安全标准 以确定儿童使用发条装置等产品的 或用力按动按钮的能力时 这可能是一种宝贵的信息来源 所收集的某些力量测数 包括推力 拉力 握力及咬合力 承包商正在开发测试装置及试验测试 我们期待将在一两年内获得研究成果 最后 我们提供两个网站链接 一个用于下载一份新的2020年年龄界定指南 第二个链接用于下载CPSC的YouTube频道 其中包括Kalisa Phillips和Jale Hurley 在今年1月向委员会做简报的录音 我们的演讲就到此结束 Jale Hurley 接下来很高兴回答您 提出的问题 我再次要指出 我们CPSC的合规部门 处理与特别玩具的具体问题 谢谢您观看我们的视频演讲 如果您收看完网上讨论会还有问题 欢迎您叫您的问题 E-mail给CPSC国际项目办公室的 Sylvia Chen女士 接下来请大家看一段 CPSC制作的玩具安全视频 您好 我是Sylvia Chen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讲 设计安全消费品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在设计一件产品的时候 就想到这件产品必须是安全的 那么我们可以说 最受益的就是消费者了 因为它不用实时提醒吊胆 相反 如果某一产品的设计问题重重 那么根据这一设计生产出来的产品 就很可能会有缺陷和违规 或者违规 因此对儿童带来危害 生产缺陷产品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因为它所造成的结果 很可能构成严重产品危害 或者有可能导致严重受伤和死亡的不合理风险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全国产品测试和评估中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测试产品以辨别和确定 某件产品是否有缺陷或存在危害 如果一件产品构成实质性的产品危害 或者存在可能造成严重受伤和死亡的不合理风险 那么CPSC就会寻求对该产品进行召回 在美国和玩具相关的受伤事故相当平凡 比如在2017年 与玩具相关而被送到医院急诊时就职的受伤案例 估计共有251700起 其中三分之一以上受伤案例涉及5岁以下的儿童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在2017年 共接到15起与玩具相关的15岁以下儿童死亡报告 13名罹难儿童的年龄均在12岁以下 在对消费品供应商的安全提示 玩具安全系列视频里 我们强调符合美国强制性玩具般标准 即美国联邦法典第16卷1250部分的重要性 并且帮助生产商避免生产 可能导致对幼儿 尤其是5岁以下幼儿构成危害的缺陷玩具 或违规玩具的不良设计 在第一集里 我们要讲对玩具的年龄分级 第二集讲小部件法规和玩具的机械检测 第三集讲玩具的化学检测 这是视频第一集 这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玩具实验室 Jell Hurley是CPSC全国产品测设评评估中心 人为因素处的工程心理学家 该处负责对儿童产品进行年龄分级判定 我是吉尔赫利 是CPSC人为因素处的工程心理学家 在工程部我们负责对玩具和儿童产品进行年龄分级 今天我要讨论的主要题目是 我们在判定一玩具最适合某年龄段时 我们对该玩具的哪些特质要做考量 消费者借助年龄标签来帮助他们为孩子选择玩具 CPSC也通过年龄分级来判定一件产品必须符合哪项法规 虽然美国法律没有规定玩具必须带有年龄标签 但是对特别年龄段的玩具有带警示标签的要求 譬如说有项法规禁止目的是为小孩子使用的玩具 和其他物品不准含有小部件或会释放出小部件 当我们为一件产品做是不是小部件的年龄判断时 我们参照美国联邦法规第16卷1501.2B部分和年龄判定指南 其修订版将于明年1月公布 并依此来判定生产商在产品包装上所印得起产品使用者的年龄说明 如果合理的话 以及其为产品做广告 促销以及在市场上推销时 所说的是不是与被普遍认为是为3岁以下儿童所设计的产品是一致的 作为生产商 你应该确保消费者明白一件玩具可能对家中的一个孩子年龄是合适的 但对家中其他孩子来说则是年龄不合适的 在这种情况下 消费者应该确保家中较年长的儿童明白 不让家中年幼儿童接触到小部件的重要性 而且要检查他们是这么做了 人文因素心理学家在判定3岁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时 要考量哪些因素呢 通常是查看玩具是不是体积大和笨重 是否柔软 颜色是否鲜艳亮丽 这些玩具一般比较轻巧 容易被手抓着 比如毛绒玩具 带缓玩具 还可以被放入口中咀嚼的玩具 这些玩具应该是厚实的 应该在洗衣机和洗碗机里经得起多次洗 3岁以下儿童可以抓住和握住轻巧的珠子摇铃 带附件的塑料环 或者带大体肌手柄的婴儿摇铃 这一年龄段的幼儿已经会融合光和声音 但是声音不应该太吵闹 比如我手中拿着的这件融合因果关系各制的音乐玩具 它带有彩色大按钮 一按按钮就能产生光和声音 这个玩具有比较大的可触碰平面 让孩子训练动作技能 我们再来看看年龄稍大那一组 比如12个月到19个月大的幼儿 这一组儿童使用的玩具也应该是厚实的 也可以融合光和声音 比如儿歌 树子和颜色 这一年龄组的儿童通常喜欢色彩鲜艳的物品 和他们可以叠起来或拆开的玩具 比如拼接积木和嵌套杯 还有这几年龄组的儿童很好奇 比如他们会喜欢在玩具电话上 轻按钮来琢磨玩具的构造 基于他们的动作机能高的程度 他们会推玩具车打开或关上玩具车门 像玩具小人放进玩具车里 或从玩具车里取出 快到两岁的时候 儿童开始认得家中或邻里周围的熟悉物体 比如他们会认出汽车 树 球 玩具电话和书 他们会指着看到的农场深处 他们认得书里的基本颜色和形状 他们通常对可以互动的玩具感兴趣 比如带有旋转字母的字母算盘式互动玩具 小孩特别喜欢他们可以很容易抓在手中 或者可以推动和滚动 带有夸张特质 比如眼睛和嘴的玩具车 融合根据颜色和形状来归类和推叠的玩具 因为这一年龄组的儿童仍然可能将玩具放入口中 因此玩偶娃娃 毛绒玩具 不能有头发 硬邦邦的塑料 眼睛和眼睫毛 以及可以拆卸下来的部件 有些玩偶娃娃带有简单部件 比如婴儿奶瓶 婴儿车 来提高玩偶娃娃的可玩性 还有 适合这个年龄组的玩具 还包括带有圆边 用轻巧塑料 木头 布料或泡沫海绵制作 而且很容易被抓起和学带等特质 人为因素心理学家在判定三岁到五岁年龄段儿童使用的玩具时要考量哪些因素呢 三岁到五岁的儿童倾向于喜欢带有更现实细节的玩具 他们喜欢带有多部件以及小部件的组装玩具 比如玩具娃娃的头发带发烧 眼睛会睁开和和尚或穿有衣服以及带有卫石和沐浴附件 这个年龄段的儿童通常喜欢中小型玩具汽车 比如卡车和可以和轨道连接或在轨道上行驶的火车 这些孩子的动作技能很发达 这技能使得他们可以拼接带有细小或更多积木的组套积木 但他们的主要动作是拼接和镶嵌 他们对细节很着迷 比如外形和真的汽车很像 带有贴花和柯有细节 带光和声音的玩具车 玩具车的车门会开启和关闭 会自行行驶或带有齿轮装置的玩具车也特别吸引他们 这一年龄段的儿童通常喜欢行动人物和超级英雄 除了认识和理解字和声音之外 这些儿童通常已经具备阅读和语言能力 他们可能理解并且对数学游戏或用匹配颜色 形状和成员的游戏感兴趣 通常他们可以用字母或拼写简单的由三个字母组成的词 比如cat 猫或dog 狗 接近五岁年龄的儿童组中 多数儿童开始理解有步骤的图示操作说明 并通过说明自己来建成有代表性的物体 比如这个玩具带有五十多个部件 还带有人物 对他们来说这就更好玩了 你看到了吧 三岁到五岁年龄段儿童 比更年幼的儿童喜欢更加有现实感的玩具 人为因素心理学家 在判定六岁到六岁以上儿童年龄段使用的玩具时 要考量哪些因素呢 六岁和六岁以上儿童 可能喜欢带有较复杂部件 和能带来更多功能 以及和成年人相似的细节的玩具 这个年龄段的儿童通常会自己阅读了 这使得他们不需要太多外来帮助 即能自己阅读操作说明 他们可能喜欢各种类型的游戏 包括那些轮流玩 需要思索和策略的游戏 比如这个跳棋游戏 因为六岁和六岁以上儿童 能更好地遵循操作说明 他们更喜欢自己完成一个游戏项目 他们会玩带有很多部件的建构类玩具 因为这个类玩具 使得他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和建造和真实世界相似的物体 建构类玩具通常需要更复杂的组装方式 或简单工具 这些儿童喜欢建成最终产品 是带有功能的建构类玩具 比如用电池驱动的机器老虎 这一建构类玩具套组 包括了几个金属和塑料小部件 电线 弹簧和开关 建成这类玩具需要非常好的动作技能 重点认知力 以及对小细节的注意力 这一年龄段 儿童通常比更年幼儿童 对抛射和飞行玩具 有更好的理解力 这遥控直升飞机就是一个例子 6C和6C以上儿童通常可以应付 可以操纵同时行动的更多按钮 儿童在玩耍玩具时 需注意到临近物体以及人的动向 这些儿童比较可能喜欢融合 粗犷行动技能的活跃游戏 比如这个桌面曲棍球游戏 需要手和眼睛紧密的配合 而且还需要预见到对手接下来 可能出哪一招 这个年龄段的儿童通常更喜欢 接近成年人喜好的工艺项目 比如木刻 编织和制作珠宝 这通常需要将细节考虑得非常周到 比如用细头彩色笔或铅笔 再带有复杂颜色的图书里涂色 这一过程和最终的完成作品一样重要 因为这些最终创作一件完成作品的 有意义的活动 对这一年龄段的儿童来说 是非常引人入胜和好玩的 在玩具安全第二集里 我们要讲讲玩具的机械测试 欢迎您届时收看 谢谢 我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 Cylvia Chen 接下来是问答时段 您若有问题 可以在右面显示的Question一栏 将您的问题用英文或中文打出来 Philips博士和Holly女士会回答您的问题 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 192020年版年龄界定指南 贴纸和贴纸书适合哪个年龄组儿童呢 so now I'll translate According to the age determination guideline 2020 age determination guideline What would be the appropriate age group for stickers and sticker books So Jill or Kalisa who would like to answer their question Alisa would you like me to chat So conventional stickers are commonly recognized as appropriate for children 3 plus for decorative use such as with arts and craft materials 传统贴纸呢 一般被认为是 适合那个三岁的三岁以上儿童 用于装饰性目的 比如说美术和公寓项目 同样带有贴纸的书呢 被儿童放在一个场景中 And similarly books with stickers for children to place in a scene for example farm animals that you put in the barnyard scene would be appropriate beginning around age 3 同样的 如果是一个带贴纸的书 被小孩子放在一个场景中 那么比如像农场的一个生醋 放在那个骨仓的背景里头 那么这一类指数呢 就适合三岁左右的儿童 stickers are recommended to be fixed and easy to peel off the backing 贴纸应该有一定的厚度 而且他们要是很容易 从那个贴纸板上被撕下来 and products recommended for two-year-olds are those with pre-gummed like a sticker pad or a backing it allows the young child to just place the large easy-to-grip items on to the backing 那么 只有一种贴纸 比如说被推荐 是两岁的儿童 可以使用 那就是后面贴了 一胶的 那个 贴了 粘了胶 粘了胶的贴纸 这样它呢 它可以允许儿童 将那个贴纸 放在那个 体积比较大的 手容易抓到的物品上面 so 现在我看到 还有没有别人的问题 so 下面第二个问题 我们在时间接受到的 大家寄过来的 问题当中 就是说 根据2020年版 年龄界定指南 泡沫积木 适合哪个年龄组儿童呢 so I'll translate now According to the age determination guidelines 2020 what would be the appropriate age group for example foam blocks I can take that one OK 下面就 下面那个 Kalisa来回答 So foam material is commonly recognized as suitable for children under three years of age 胖偶材料的一般 被认为是 适合三岁以下的 儿童的 玩耍的 合适材料 foam blocks are appropriate for young children learning to grasp stack and knock down 泡沫材料呢 一般是 比较适合 年幼的儿童 用手抓 或者擂起来 或者推倒的 建筑材料 and the earliest products for that will be introduced are around 6 months of age and they continue to be used by older ages 那么根据他的设计的特性呢 这些玩具 很可能被 那个 六个月大的婴儿 在他们 六个月大的时候呢 介绍给他们玩 而且呢 在他们年 那个 就长大了以后 就到了下一个年龄组的时候呢 他们还会玩那个玩具 下面我们再看那个 下面一个问题 对年龄界定指南的修订部分 对今后产品变化的最重要影响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问题 我会用这个 What changes to the guidelines will have the most significant effect on products going forward I can I'll take that one Yes OK While many of the revisions to the guidelines will not change the testing requirements of many toys there's been a lot of additional descriptive details that could change the starting age of the toy or product that's introduced 对年龄界定指南的修订部分呢 对很多玩具的测试要求 它并没有改变 但是呢 它增加了对产品细节的描写 这样就影响到了一个玩具 在被介绍给他们的时候 对他们在玩这个玩具的时候 那个年龄呢 就会有影响 那么制造商在决定一件产品测试的时候呢 他会从多方面考虑 那么我们工作人员建议啊 企业呢 他们如果有疑问 或在做出年龄判断 决定的时候呢 最好听取一下 业界和检测实验室的指导 我现在看一看 有没有那个问题进来 那我们现在先 那个回答 前面提到的一个问题 下面一个问题啊 当一间产品伴随三岁儿童年龄 标签的时候 人类因素处是不是很可能会说 这间产品是和三岁以上的儿童玩耍 在我的产品上 如果在我在我的产品上添加年龄标签 也没有什么好处呢 我读解一下 是HumanFactor 比较多两个小型的东西 花贵中文和养品 带3年龄遮队 or他们三岁年龄 有效果在增加 ANG-Label 并不能买入我 好 所以 那是很棒的 Easter HumanFactor 我们 we consider the features and functions of the toy to determine if the product age label of 3 plus is appropriate and we don't just rely on the package label 那么人类因素处呢 他在那个对他的做年龄判断的时候呢 他会根据法律规定的四项考量因素 就是刚才在演讲中讲到的四项考量因素 以及那个玩具的特点和特性 来评估这个产品的是否适合三岁以上的儿童玩耍 他呢不会只是依赖包装商的年龄来标签来做决定 Please note that staff does not consider for example, these small parts not for children under three warning label to be an age label 不过呢要注意的就是说 那个玩具上面有那个如果是有那个 不适合三岁以下儿童玩耍的小部件警示标签 那么这个标签呢 它是不能够替代那个年龄标签的 好,那个下面我们下面一个问题啊 人类因素处的工作人员呢 你们是如何是怎么使用网上找到的消费者评论 来支持年龄的对年龄的判断呢 ��了적으로来说 请问怎么要用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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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啊っ 是很个men crít剧 所以这些网络的研究帮助我们解释谁买的玩具 和获得一个普通的产品的评论 这些消费者的评论帮助我们了解消费者是为什么要购买这个产品 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到人们一般对玩具是怎么来认识的 下面一个问题 一间产品如果被授权主题 授权主题就是license themes 他们对某个特定年龄组的年龄界定会有什么影响 尤其说是如果这个产品的特点或特性 它的特点和特性如果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说 比如说如果一个产品被一个授权的电影主题的玩具 那个被认为是适合三岁以下的儿童玩耍 当然两岁以下的儿童也会玩耍 在这种情况下是怎么处理的 所以这次问是 如何是 presence of a licensed theme 给到一个 specific age group impact age group for a product for example especially if this feature especially features or functions of product they are different and for example if it's a movie license theme it's for a three-year-old child but a two-year-old child can still play make them play the toy so how do you handle that well this is definitely one of those areas that we struggle with and one thing to say up front is we don't rely only on the license theme it's not enough 首先我要讲的 首先我要讲的一件事 就是说 在我们评估意见的产品的时候 我们并不完全是 就是依赖那个授权产品 它上面写的那个 那个 写的那个年龄表情 并不完全考虑这个因素 so if the licensing is one factor we consider but we also look at the features and the functions of the product to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 age yeah 那个 那个 就是说 授权产品 它上面那个主题 我们是考虑了 考量的一个因素 但是呢 我们也会要考虑 它产品的本身的 那个特点和特性 so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license theme sometimes we we will say that there's a match and sometimes if the features of the toy are appropriate for two-year-olds but the theme is something like Minecraft which is for much older I think eight but it's not a prominent feature then the function of the product takes precedence 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了 如果一个产品 它的被授权的主题 我们会看它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 也是要看那个产品的本身 比如说一件产品 它上面写的是 这两岁一项的儿童 但是如果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主题是说 那个 是 那个授权主题 明显是 那个年龄大的 它大的一个 那个 那个 那个群体 那个儿童 儿童组 比如说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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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主题 很有名的 是适合八岁 以上的儿童的话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会考虑产品本身 我们会把重点 我们会优先考虑产品的主题 产品本身 它的特性是什么 So one more point about this is that if as long as the theme the license theme is not frightening or inappropriate then sometimes we can sometimes we will go with the function or features of the toy Yeah 所以说 只要是那个 被授权的一个主题 它不是那种 就是说 具有威胁性的 或者说是 还是适合 那个年龄组的儿童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对产品的特性 考虑的更多一些 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问题 在做 如果在做出年龄判定的时候呢 你们会优先考虑哪些因素 或者会不会经过 加权考虑 在这种情况 工作人员如果做 加权考虑的话呢 他们是怎么样 做出经加权权考虑的 So I'll translate the next question How are the factors for making energy determination prioritized and weighted and if so are they weighted sure that's a that's a good question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factor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CPSC actually doesn't put weight on one factor or the other Yeah 有那么多的 事实上 其实有很多 考虑的因素 但是作为 我们CPSC来讲呢 我们其实 并不做 那个加权考虑的 加权考虑 So we will evaluate each particular toy on a case-by-case basis and identify the key features functions colors size parts etc 所以我们在评估 一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会考虑 很多因素 比如说 颜色 它的特性 我们会考虑 很多因素 And under the CPSA We consider the following statutory requirements The manufacturer's stated intent such as an age label 在那个 美国消费品安全法 的框架下面 我们考虑四个因素 其中第一个因素 我们就会考虑的 就是说 制造商 它所声称的 它的原本 制造这个产品的 原本意图 是不是跟 比如说 它是在年龄标签上面 标明的 原本年龄意图 是什么 我们也会考虑 它的销售 以及包装的情况 比如说 是不是有一些 它上面的图片 是怎么样的 We also look at how the product is commonly recognized by consumers And again that a lot of that is found through our research online and considering what the consumers are purchasing 我们也会考虑一下 就是说 那个产品 它被人们 普遍认为 是什么样的 我们在做这种 考量的时候 我们也会在 网上寻找一些 那个研究 那个网上的 我们也会做一些研究 比如在网上搜索 And the last factor is the 2020 Age Determination Guidelines We will use that book in the details and the features to match children's abilities and what they're capable of doing 最后啊 就是说 我们是会依据 那个2020年版的 那个年龄界定指南 我们会 就跟他来看一看 那个产品的特性 是不是符合 是不是和那个 产品的 是不是和 那个儿童玩耍的 能力 它是匹配的 下面一个问题啊 今后呢 是不是会有计划 对年龄界定指南 做出进一步修改 So the next question Are there Do you plan In the future Do you plan any changes and additions for the guidelines that's a great question I think ideally we will keep updating as soon as we have more information from research and oh sorry it's okay No it's okay So 我们希望就是 不断的持续的 就是说 对那个指南进行 更新和修改 So we we currently have a contractor preparing a report for cpsc looking at online information for toys 我们目前啊 是那个 与一个 那个合约商 合约商 合约商 签订了一个合同 为我们cpsc 签订合同 就是让他们 在网上搜索 那个 那个信息信息 So this report will look at product marketing consumer reviews and videos of children using the products 那这项研究啊 就是对那个 产品那个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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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销 以及那个 我们还要看一下 消费者的评论 以及那个 如果有视频的话 看看视频 我们就是 就是让 那个合约商 来做这项年纪 我们还能去 查询这些信息 And looking online they're looking specifically for age information and skills mentioned to help guide their age recommendation for the product 他们 他们主要 群搜寻的信息 主要是 比如说年龄方面的信息 以及他们那个 儿童玩耍 这个玩具的能力 和那个 范围 那么他们 一起 这些信息 来确定 该如何判断 儿童的年龄 他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呢 他们就通过那些信息 然后他们综合这些信息 他们就会来告诉我们 他们推荐的 为这一个特别的产品 他们推荐的特别的年龄组的 是什么 特别年龄组的判断 是怎么判断 现在 It's important 非常重要 to say that for this project they are not looking at 2020 guidelines so that will be an additional consideration for us to lookat 所以呢 我要在这要强调要重要的一点的就是说 在这个项目当中呢 他们并不使用年龄判断指南 他们不用不使用任何年龄判断指南 他们只是从那个厂商所声称的那个产品的原意目的是什么 交配者是怎么样 然后普遍被人们认为是怎么样的一件产品 But Human Factors plans to look at the 2020 guidelines and come up with final age recommendations after we receive that report 但是呢人类因素处呢 我们在那个做出最后 我们最后呢最终我们会依据那个2020年的年龄版本 然后呢 我们最后一步是要以2020年版本 然后来做出对那个产品 然后我们再推荐您做出年龄推荐的年龄判断 我们在我们做最后一步的时候呢 我们是会我们本身人类因素处 我们会做我们会推荐这个年龄指南 And I have one more thing to say about this We have a new project A contractor is conducting for us That is an observational study of children looking at toys we don't currently have age guidance for in the guidelines 我最后要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还有一项那个新的那个研究项目 我们也是交给那个合约机构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做一下对儿童玩耍玩具的观察性的研究 我们现在就是期待着这篇报告出来 现在我在那个其他的问题 我现在看那个好像还没有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今天的那个网上讨论会呢 就到这里 So I don't think I see any other questions that come in So I think this concludes our webinar today Thank you very much Kalisa Thank you very much Jill 那么谢谢Kalisa Phillips博士 谢谢Jill 贺林女士 也谢谢各位听众 观众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网上讨论会 谢谢大家 Thank you